澳洲是台湾第二大的乳制品供应国 出口到这里的产品包括了奶粉、奶油、cheese等 它们被广泛地运用在食品加工厂、烘焙业及餐饮业 澳洲的乳牛生长在天然无染的环境里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哈,这里的乳牛好像每一只都住在豪宅里呢 这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却也贴切地形容澳洲牧场的天然悠然环境 澳洲曾经经历过好些年的干旱 但是现在许多牧场建立了灵活的生产机制 已被不时之需 此外,澳洲还有严谨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及完善的体制 以生产出高品质的乳制品行销到全世界七十几个国家 主要的市场包括了日本、中国、台湾、韩国等等 澳洲办事处针对台湾的进口商提供许多服务 如果您需要澳洲乳制品的资讯 欢迎与我联络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